本视频由月谷在国华文具赞助播出 哈喽大家好 我是白丁 最近做了比较多的那种两用笔了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观众想看这种笔了 反正我就这样做吧 然后今天这个视频完了以后吧 然后可能还要等几个礼拜才能更新 因为新的那批笔的话我还没有去买 然后我买啊寄啊等等的 到我这起码也得要两个星期啊 大概是这样子一个情况呢 跟你们去讲一下先啊 然后那个的话就是呃 200级的这个的话 我在微信那边有发了 然后在想做哪支笔 那你们也给我一点意见吧 那呃 那个要求的话是这样的 就是最好它是一个欧口径的 就欧标口径新墨器的一个笔 或者是百乐的 那你们给我留言一下 或者活塞那些那就当然没问题了 那像三文堂什么那些没问题 嗯 那你们看一下哪支感兴趣的给我留言一下 因为200级的这个笔呃比较深重 那我就要好好选一下这样子 因为难得做到200了对吧 每100每200或者250或者300吧 那到时候再看这样子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支笔 那这支笔的话有看到片头都知道那个是 呃卖家送我的一支笔的 然后就是非常感谢这位那个店 那这个怎么呃店家卖家 呃 嗯 因为是这样子的 我当时那个 买笔的时候嘛都没有去 就我就直接下单一问我 我每一次买都是一堆的 我后来查了很久才找到是哪位卖家 然后后来说送的啊 我就然后啊我就很开心了 没想到真的是 好那先看一下这支比较永久的一个 看一下叫什么名字啊 永久 永久826的一个笔 然后呢这个笔是这样子 那两用笔 然后本身的话也是一个中古笔的一个粗细 好那看一下是什么间了这个啊 名间的可以可以 那最近真的不太想做那个616的那种头的一个 按间笔的真的是 太泛滥了那个笔啊 民间的就可以了 我还是喜欢做民间笔 民间笔的话可以讲的地方也比较多 有上面的纹理等等的 按间笔的话那个头 真的都是那个样 而且是血感上来讲嘛 其实都是差别没有民间的这么大 这样子啊 好那个我看一下 所以暂时应该那种就是 就是暗间的我会买 但是英雄头就616的 或者100的那个头 那一种头的那个笔 我应该就不再买了 或者以后应该也不再想买 真的是 呃书写上真的没有什么差别 就基本上看杆就可以了 因为 呃玩钢笔嘛 没必要玩的太细 我是这么觉得 那笔尖上我们回到这几支笔 笔尖上来讲的话 那个他是200的一个大小 那这个笔的话就200的一个 200尖的200大小的一个尖 然后就是26号嘛 然后再下来是那个笔的话中估尺寸的一个粗细 再下来的话 他这个笔反正就是库存痕迹也是很明显了 因为我最近做的应该都是库存笔的 因为都是那个推荐是这几支 我就刚好啊 行吧 就这几支来做了 因为我现在自己的话 其实因为阻力笔是定型了 那基本上 不怎么会再就是说为自己去买一支笔 这样子 那基本上都频到这边 如果是有人想看 就这一类的 那我才会再去 呃 做这个钢笔视频 就或者不能说做钢笔视频 就是买笔吧 不然的话平常的话我应该不再买了 呃 因为最喜欢的比我自己本身也找到了 好 那个先看一下这个尺寸呢 137.54的一个长度 拔帽以后呢是 126吧 左右的一个长度 好 再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的 一个重量是如何 重量上的话 哎 陆顶 啊 不好意思啊 没电我去换一下电好我回来了那个刚刚没电然后去换一下电池啊 我们再来回来看一下那个这个电了哦 难多了这个灯哎呀平常看他比较淡的也没有发觉到9.8的一个重量8万帽呢应该 6.4好 6.4好 OK 那大概是这样子一个重量还是比我们的5.5最低重量还是差那么一节啊还是差那么一点啊好然后再下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笔尖 其实这个灯有没有必要开呀你们觉得好像开感觉也差不多不是很明显了我觉得这个我这次试一下开一下吧如果要开的下面给我留言一下那我以后拍笔件我就都开一下这样子 好上面的好像真的不行反光太太明显了还是要把它关掉ok还是这样子比较正常啊好啊果然这样子还是比较清晰的嗯比肩的话中缝很正常了然后衣力也是常规这个打磨 基本上看起来比较保满一点比较修长一点的一个衣力然后上面的一个是写什么呃这个这没看懂啊上面的这个 上面这个稳真的看不懂啊这个呃看不清楚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这个上面的字没太看得懂然后笔尖的话这些都中规中矩然后 然后是时候该拆了看一下那个 吸墨器 笔卧的话倒是挺长的还是挺ok的但是也 难得就是我个人是喜欢长的一个笔卧了那反正这点是给予一个好评 然后再哎好软的这个这个的话用的酒就这样子他就是而且你看这里一条管 是你这个结构这个设计的话他是怎么样都洗不干净的这个啊真的是醉了这个这个然后 这个到时候又不知道怎么写了然后这个笔是怎么样两边哦这样子墨是干掉了肯定写不出来了 然后这个的应该是那个胶纸的一个痕迹了这个反正就是 嗯是有了应该哪些胶带然后慢慢贴是能把它印走的但这个的哎哦这个的话就不太合理了因为我去用的时候我还要这样就是我习惯是单手用啊然后我这样拿着这样子写就还不如是有个帽哎难道是可以倒 不行啊我以为是可以倒盖的好像是好像是不行啊那好像只能对只能这样子那就这个的话好选这么多圈我觉得就而且这样子有点小顶了就 书写面上面来讲这样子有点小顶了如果你领的不够的话可能我每一次我就领我我没有领那么多我就领这么一点点这样我可能就领这么一点的那就 那就这个笔帽就顶到了这个设计怎么讲的不是很合理那长时间用钢笔有时候用原子笔的话这个设计倒挺合理的但现在基本上原子笔才是一个主流嘛所以说嗯 两用笔的话觉得就是现在来讲这现代不是很合适那因为有可以选择的更多了然后这个吸墨器也是你看这里从管这样子吸上来然后掉下来然后你要怎么样把这些多余的墨水给放回去的所以说上完墨基本上就没办法洗了所以这个结构就我就吸一点点就行了 呃尽量不低到管那边出来吧然后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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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加因为那个我尽量不去那个低到管里面了然后看有你看这里管这里有就行了然后你看我这个捏了刚刚捏了几次也没办法说呃一次性就是上满这样子所以说很多点其实你说推荐我平常还是推荐那个 这个现场比原因在这里因为它稳定性高太多了然后很多地方的话的确是做的也比较到位这这真的是实话稳定然后外观等等或者工艺上来讲也比较成熟 然后这个比较永久什么我找一下这 啊永久826ok了 永 98 试写一下 嗯中规中矩吧写起来是没什么大问题了压一下尖对这个中规中矩听一下这个声音没有瓜子 没有没有怎么去瓜子然后再 出没的话看一下 对出没出没的话还是ok的反正不多不少这样还没有到很k 出息的话也是应该是0.45吧我看起来反正就是用反正是没有什么大问题了但是这个的话嗯可以选就是可以这支笔的话应该可以选择的就更多了倒是因为这个是送的倒是用用的话是没什么大问题那其他的话差不多这样子吧因为那个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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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什么问题下面给我留言 那也可以叫微信问我 那有什么漏奖 麻烦帮我补充一下 下次见拜拜